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追风筝的人 胡塞尼的友情与背叛 阿富汗的心灵之旅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傲慢与偏见 爱情与误解的幽默交锋 达西与伊丽莎白的火花 傲慢与偏见 是简奥斯汀的经典之作 讲述了达西与伊丽莎白之间的爱情故事 充满了误解 傲慢和幽默 作为一位教授 我总是乐于分享这部作品中的深刻见解 当然也不乏一些幽默的元素 首先 达西和伊丽莎白的关系 可以说是误解的艺术 达西初次在舞会上 拒绝了伊丽莎白的邀请 结果让她对他产生了傲慢的印象 可怜的达西 心里其实是想说 我只是太害羞了 没想到你会这么生气 这就像是一个男孩在学校里 喜欢一个女孩 却因为紧张而在他面前说错话 结果反而让女孩对他产生了误解 而伊丽莎白则是个聪明而独立的女性 她的偏见主要源于她对达西的第一印象 和她的朋友威克汉姆的故事 她就像是一个侦探 试图揭开达西的真面目 结果却被自己的偏见蒙蔽了双眼 可以想象 如果她有一个现代的社交媒体账号 可能会发一条状态 今天遇到一个超级傲慢的家伙 真是个大坏蛋 不喜欢 绝对不约会 在这场爱情的交锋中 幽默感是不可或缺的 达西的傲慢和伊丽莎白的机制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达西在向伊丽莎白求婚时 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安 仿佛在说 我虽然很有钱 但我也很难搞 而伊丽莎白则以她的机制回应 你以为我会因为你的财富而嫁给你吗 我可不是那种女孩 这场对话就像是一场精彩的辩论赛 双方都在用幽默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立场 最终 达西和伊丽莎白的误解得以化解 爱情的火花在他们之间绽放 正如奥斯汀所说 真爱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和尊重之上的 这不仅是对他们关系的总结 也是对我们每个人 在爱情中应有的态度的提醒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记住 在爱情的道路上 傲慢与偏见可能会让我们跌倒 但幽默和理解将帮助我们重新站起来 继续前行 就像达西和伊丽莎白一样 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战争与和平》 托尔斯泰的史诗剧作 爱与战争的命运交响 《战争与和平》是列夫 托尔斯泰的史诗剧作 既是一部关于拿破仑战争的历史小说 也是一部深刻探讨人性 命运和社会变迁的文学作品 托尔斯泰以其独特的视角 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渴望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 首先 托尔斯泰对战争的描写 可谓是 真实的让人心痛 它并没有美化战争 而是通过细腻的笔触 展现了战场上的混乱与无情 比如 书中有一段描写战斗的场景 士兵们在炮火中奔跑 仿佛是 在一场疯狂的舞会中 舞者们却不知道 自己何时会跌倒 这种对比 不仅让人忍俊不禁 也让人深刻感受到战争的荒谬 而在和平的部分 托尔斯泰则通过人物的内心挣扎 和情感纠葛 展现了人类对爱的渴望与追求 比如 皮埃尔别祖霍夫的成长历程 既是对自我认知的探索 也是对爱的不断追寻 他的爱情故事 就像是一场 情感的马拉松 时而跌宕起伏 时而平淡无奇 但最终都指向了人类共同的命运 有趣的是 托尔斯泰在书中对历史的看法 也颇具哲理 他认为 历史并不是由伟人推动的 而是由无数普通人的选择 和行动所构成的 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交响乐团 每个人都是乐器 虽然有时音调不合 但最终却能奏出一曲动人的乐章 托尔斯泰甚至调侃到 如果拿破仑知道自己 只是历史的一个小音符 可能会更谦虚一些 总的来说 战争与和平 不仅是一部关于历史的小说 更是一部关于人性的哲学思考 它让我们明白 爱与战争 命运与选择 都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正如托尔斯泰所说 生活是一场不断的战争 而爱 则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唯一的和平 所以 亲爱的读者们 记得在生活的战场上 别忘了给自己和他人 留一点爱的空间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追风筝的人 胡塞尼的友情与背叛 阿富汗的心灵之旅 追风筝的人 是卡勒德 胡塞尼的一部经典小说 讲述了友情 背叛和救赎的故事 背景设定在动荡不安的阿富汗 作为一位教授 我总是喜欢用幽默的方式 来引导学生们深入思考这些复杂的主题 首先 故事的主角阿米尔和他的朋友哈桑之间的友情 就像是风筝比赛中的风筝 看似轻盈 却承载着沉重的情感 阿米尔是一个富裕的波斯人 而哈桑则是他的仆人 身份的差异 让他们的友情充满了复杂的层次 就像在风筝比赛中 风筝的线虽然紧紧相连 但一旦风向改变 线就可能断裂 阿米尔在关键时刻的背叛 正是这种风向的转变 让人心痛 在阿富汗的背景下 胡塞尼不仅描绘了个人的挣扎 也反映了国家的动荡 阿富汗的历史 就像一场风筝比赛 风筝在空中飞舞 但总有风暴来袭 阿米尔的故事 与阿富汗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仿佛在告诉我们 无论是个人的背叛 还是国家的动荡 最终都需要面对自己的内心 有趣的是 书中提到的风筝比赛 不仅是阿米尔和哈桑 童年快乐的象征 也是他们友情的试金石 想象一下 如果阿米尔在比赛中输了 哈桑会不会像个风筝一样飞走 当然不会 因为他是忠诚的朋友 尽管阿米尔的内心 充满了自责和懊悔 最后书中的一句话 让我印象深刻 为你而战的朋友 才是真正的朋友 这句话 不仅适用于阿米尔和哈桑的关系 也适用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无论是风筝还是友情 都是需要用心去维护的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下次当你们 在追逐梦想时 不妨想想阿米尔和哈桑的故事 友情就像那只 在空中翱翔的风筝 虽然有时会被风暴打击 但只要我们心中有爱 就能再次飞向蓝天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一些 经典文学作品中的精彩内容和深刻见解 我们一起探讨了傲慢与偏见中的爱情与误解 战争与和平所描绘的爱与战争的命运交响 以及追风筝的人所反映的友情与背叛 我希望通过这些作品的分析 能够为大家的阅读体验 增添一份幽默与思考 在傲慢与偏见中 达西与伊丽莎白的关系 是一场误解的艺术 而他们的幽默互动 则为这场爱情增添了许多色彩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 展示了历史的复杂性和人性的深邃 他的观点让我们意识到 每个人都是历史交响乐中的一部分 至于追风筝的人 则让我们看到了 友情的脆弱与救赎的希望 仿佛在提醒我们 真正的朋友是那些愿意在风暴中 与我们并肩作战的人 在这些作品中 我们不仅能领略到文学的美妙 还能体会到生活的真谛 正如我所说 爱情战争与友情 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而幽默与理解 将帮助我们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 找到平衡 所以亲爱的观众们 您对于这些经典作品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您是否也在生活中 经历过类似的误解 冲突 或是友情的考验 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分享您的观点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在文学的海洋中遨游 寻找更多的乐趣与智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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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